接下来详细讲讲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如何做一个环保的家 我们分三点讲吧 第一个是墙面漆的运用 大家最在意这个 第二个呢 一些木柜体的甲醛的释放 第三个呢 就是怎么样除甲醛 整天都有许多人问我 到底是用硅枣泥还是乳胶漆 因为听说硅枣泥可以吸附甲醛比较环保 那我给大家答案都是 与其相信技术不如相信品牌 因为很多技术 噱头远大于它的品控 所以相信品牌更重要一些 相信大牌吧 我们在家装里面比较常用的就是乳胶漆 好品牌的乳胶漆 我们这次用的其实是立邦的一个儿童漆 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就如果你真的在意环保问题 你就找市面上那些跟儿童相关的 所有产品里面跟儿童相关的都是最环保的 都是品控最好的最健康的 我们这次用的立邦的儿童漆 它是可能比较贵 甚至是漆里面最贵的 但是原则上据说 可能装修完了几天就会入住的 这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诉求 提醒大家很多人会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小细节 就是我们在选择乳胶漆的时候会毫不愿意选择大牌 但是你要知道乳胶漆只是墙面工艺的最表层 但是在当中还有好多层工艺 每一层工艺都可能用到带有胶水的 带有甲券的胶水 那这些地方大家一定要提醒工人或者帮工人购买 选择最好的品牌的甲券含量最少的胶水 好吗 你或者你就选择最大 比如说立邦 它就有所有 它据说是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胶水的一套 从基层到表层套工艺的 通常来说可能环保性可能会贵 但是环保性的确会好一些 大家可以这个把它比较忽视 因为你一旦忽视了工人给你用到一个什么801 什么那种工业的胶水 甲券含量非常多的 即便你表面用到再什么 儿童气这个气那个气都没有用了 好吗 第二个就柜体 这个大家很容易忽略 就是我们通常在卧室当中会做个大衣柜 但是我个人的经验 大衣柜往往是甲券含量非常多的一个部分 而且我们通常在睡觉的时候是时间最长的 所以我们这整个空间里面 你不可能避免衣柜这个类别的东西 但是在卧室里面 我们没有用任何的木的柜子或什么东西 我们在大衣柜用了一个格式美的开放式的衣架 这个衣架用它的就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环保 它的确没有任何的这种不环保的可能性了 因为都是金属的固定在墙面上的 还比较灵活 而且还便宜一些 唯一的缺点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有点不耐脏 因为灰尘于落 但实际上我们做了个窗帘 其实一个窗帘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家里面现在不是以前了 大家现在家里面都比较干净了 不像以前很多灰尘 第三个问题 如果除假权 大家记住三步 加温 加湿 通风 大家可以先去淘宝上买那种测试的试剂 不要买那种几百块钱测试仪器 完全没有用 就买那种便宜的试剂 当然你可以不买 因为你装修完了之后肯定是超标的 但是你买了之后可以对比前后的关系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试一试 等于你散完了味道之后再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果也可以的 通常市面上有个说法就是装修完了空两个月 散散味道散甲醛 但实际上甲醛的释放是有环境要求的 比如说它需要高温高湿才散发比较快 我们一旦是冬天装修低温低湿 那就可能散发就比较慢 所以你即便空两个月也没有用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是 首先是要控制一段时间的 两个月三个月但越长越好了 其次在这个时间当中玩命的加湿加热 什么空调暖气都打开 加湿器也打开 每天晚上你可以过来通风一遍 这样是最快的方式了 大家知道这个房子当时也做了这个工作了 我当时还微博上分享了 用了很大的加湿器 加湿了以后那个房间跟仙境一样 下面全都是湿器 但好处就是的确 时度上升的非常非常快